醒目一拍咱们书不接前文 有人说了,这不是人话呀 不是应该书接前文吗 今天呀,咱们要讲一个准嘎尔韩国的分外片 是这跟准嘎尔韩国没关系吗 当然得有关系 今天呀,咱们要聊聊那位草原上的奇女子 三娘子 这三娘子啊,是一位草原上的可敦 有人说这可敦呢,它是夫人的意思 实际上不然啊 这可敦呢,要比这个夫人的称号高贵的多 哎,它特指啊,这个韩的夫人 哥,咱们中原汉族人说呀 您可以理解为是一位皇后娘娘 是谁的皇后娘娘啊 咱们暂且不说 咱们这故事啊,得从这开始 话说呀,在这个万历年间 哎,这三娘子亲自入共宣服 什么叫入共啊 实际上啊,不是到这个北京城给皇上进贡 是贡士 这中原汉族政权呢 包括后来的清朝就愿意啊 在嘴上占这个少数民族的便宜 这大明朝啊 和这个蒙古人开边貌互事啊 也得说叫共事 哎,咱俩做买卖啊 由这个大明这边说呀 算是我可怜你 赏赐和你做买卖 你呢,和我做买卖 虽然我得给钱 但是嘴上不能吃亏 你这呀,算是共事 算是呢,给我们那个中原汉族的共品 我们呢,给你点钱算是赏赐 实际上呢,就是在边疆地区啊 和这个少数民族做买卖 但是呢,这嘴上的便宜啊 必须得占足了 那这三娘子亲自来呢 显然的这可敦娘娘啊 哎,对这个护士是很重视的 他来到这宣华府之后啊 正好赶上这宣华府的同志 也就是宣华府的地方官啊 正在请客,请谁呢 请一位京城四品的官 是兵被盗叫做蔡可贤 哎,这蔡可贤呢 这官当得怎么样啊 我不知道,我也没打算深究 可是啊,这史书当中啊 对他的容貌是这样评价的 风子白皙如神仙般 哎,这三娘子一看呢 呦,这小伙子真寸内 于是就生下了爱不知情 显然的,这个三娘子 和这个宣华府的同志有交情 于是和这位同志老爷就说呀 我打算请这位兵道的蔡太师 到我营中款的一下啊 这位大明朝的官员 也算是以后我们能够永结同好 那这蔡可贤说呀 哎,那是好事啊 我去吧 和这蒙古这位娘娘聊好了吧 那以后对这个边冒互视 边境的和平都有好处 于是呢 这蔡可贤呢 可就到了这个三娘子的营中 刚到这个营门口的时候啊 从营里可就冲出了十几个蒙古武士 这几位蒙古勇士啊 都骑着高头大马 个顶个儿都是草原上的巴图鲁 其中一位蒙古大汉冲上前来 一把就把这蔡可贤呢 从马上裸了过来 夹在了嘎吱窝底下呀 可就奔草原深处去了 到了这个草原深处怎么回事啊 可就没人知道了 不过呢 过了十几天 这些蒙古人呢 就把这位蔡太师 全须全语的给送回来了 咱们这说是蔡太师啊 实际上这兵被刀 蔡可贤呢 他不是太师之职 只不过呢 是这蒙古人对他的尊称 那这宣伙府的同志老爷 可是急坏了 连忙问这个蔡可贤 说这个大人怎么回事这是啊 这蔡可贤呢 听这个同志一问呢 还有点磨不开 扫巴鸡的 他说这蒙古骑兵啊 把我裸到这个草原的深处 一座蒙古大营当中 和这个三娘子啊 同时留宿一丈之中啊 共枕缠绵了好几天 这几天呢 在这个三娘子的大营当中 没干别的了 净忙活那点啊 这个平台不让播的事了 那回来就回来吧 既然没出事啊 就挺好 暗暗全全的你大老爷们啊 看来你也没吃什么亏 可是这事呢 让大明朝廷知道了 自此以后啊 这蔡可贤呢 这官运一直就不好 那至于是什么原因呢 哎 您自己琢磨去 咱们呀 不忘深了解释 据说呀 后来这个蔡可贤 自己呀 写下的赛下曲 一共有十首啊 关于写呀 这个马氏护氏的诗 其中一首啊 就是引勇这位三娘子的 其中一首诗啊 大概是这样写的 宠光公炉第一流 谁进黑水 阴山外 自观娇小 不知仇 别有胡鸡 叹白头 看样子 这位大明朝的美男子啊 还挺怀念这段啊 露水之情 有人说呀 怎么着 这蔡可贤 您听着不是很耳熟 这人也不是很有名 那咱们换一个有名的 谁呀 这明朝三大才子之一的 徐卫徐文长 这徐文长啊 虽然是才子 可是长得模样就一般了 这人长得呀 扒了眼儿 扫帚眉 蛤蟆鼻子 扁过嘴呀 还是个高颧顾 哎 留了胡子了 可是啊 按那个评书里说呀 这个胡子留的呀 吸巴扔嘚的 七个朝上 八个朝下 有个名词啊 叫狗油胡 不但如此啊 这人面相 赤红脸 还长了一点的大麻子 有人说 你怎么能这么评价一位名代的才子呢 哎 这可不是我瞎编的 这徐卫徐文长啊 有画像 就在今天的南京博物院呢 有馆藏 您要不信呢 您打张票 您瞧瞧去 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哎 我这从网上找了一张 您瞧瞧 看我是不是说瞎话呢 那么说这三娘子和这位才子徐文长 他们之间有什么交际呢 在万历四年的时候啊 这徐文长接到的邀请 是谁邀请的 宣服镇总兵啊 吴队 这位吴队啊 也是位才子 是个少兴人 明代的众臣名臣 著名将领 可谓是能文能武啊 嘉靖年呢 就中了进士了 这徐文长接受了吴队的邀请 哎 北游宣货府 到了之后啊 这吴队非常高兴 说你呀 哎 住两天 过两天呢 我还要给你介绍一位好朋友 这徐文长一听啊 好朋友 哎 什么人呢 这吴队一听啊 哎 很神秘的跟徐文长说呀 是一位蒙古人 这徐文长以为啊 是要来一位豪爽的蒙古汉子 到这之后啊 这几个人要痛苦度乖乖的 大饮三日呢 实际上啊 过了几天 这护士一开啊 还真的就从蒙古草原来了一队人 只不过为首的并不是一位蒙古大汉 而是一位啊 既娇柔百媚又英姿飒爽的蒙古女子 书中代言呢 这就是这个暗达汉 也就是啊 前文书咱们提到过被人掏了腰子的 阿拉坦汉的小媳妇三娘子 这徐文长一看呢 这三娘子不客气啊 来了之后啊 跟这个吴队虽然是甘妇女相称 但是这二人的关系啊 实在是让人玩味 因为这二人呢 说是妇女 实际上呢 这岁数差的也不是太多 这会儿啊 这吴队啊 四十多岁 这三娘子呢 不到三十 那有人就说了 这要是跟中国古代 那可就是这妇女之间的年龄差距了 那您要非得这么说呀 我也不抬杠 那您接着往后听 您听听啊 这个三娘子和他的老公们 到底年龄都相差多少 您就知道了 我说这个吴队啊 和三娘子的年纪差的不多 是什么意思了 这俩人的关系啊 就让这个徐文长看不明白 那么奇怪 其在哪呢 这三娘子啊 还别说呀 出入这个宣大总兵府了 就是进入这个吴队的卧室啊 也不用别人通报 看着呀 就好像是常来常往 到了这个吴队他们家呀 甭管是书房卧室 看见什么好啊 这三娘子也不客气 直接拿起来就吹兜 就这样的吴队呀 还给三娘子啊 时不时的就送礼物 什么八宝冠呢 百凤云衣呀 红古多的云裙呢 哎 这些东西也不得像是送闺女的礼物 这三娘子啊 蒙古人能歌善舞 哎 喝了几杯酒啊 就给这吴队跳舞 跳什么样的舞呢 我给您学学啊 善盘旋 五夕以下是腻 这句话 要是用咱们汉语解释起来啊 哎 有点牙唇 要是啊 示范起来啊 估计这平台啊 不让拨 那这舞蹈是什么意思呢 大概其呀 就是这三娘子抱着这个吴队的腿呀 蹭 这跳到高兴之处啊 还就一头倒在这个吴队的怀里 看来呀 这气氛呢 是相当的融洽 所以说呀 在这个吴队做宣大总督的时候 这明朝和蒙古的护士啊 那是相当的融洽 而且一喝点酒啊 这三娘子啊 还经常跟着自个儿的干爹抱怨 说他的那个爷们 阿拉坦涵呢 有一个长子 当然这长子啊 不是他生的 是人家当年大附近生的 叫黄胎记 这黄胎记肯定不是名字 因为我们知道啊 这胎记是个封号 这黄胎记啊 看这个三娘子得宠掌权 于是就经常啊 当面背后的咒骂三娘子 所以弄的这个三娘子啊 就十分的苦闷 这苦闷不要紧呢 这营中啊 有才子徐卫在这呢 这徐卫啊 就给这个三娘子做师 排解这个心中的郁闷 一来二去呀 这徐卫没几天和这三娘子 也成了好朋友了 至于这俩人的关系 好到什么程度啊 哎这个徐卫自己 在书里 他可不是像写的朋友 吴对和三娘子的关系 写的那么清楚 可是有一点呢 我们是知道的 就这几天的功夫啊 这徐文长啊 给这个三娘子一口气 就写下了六首诗 其中一首啊 叫永三娘子 是这么写的 汉君睁看绣两当 十万雕毛一女郎 唤起莫兰亲语教 看他用剑是谁长 要说呀这中国上阵打仗的女子 那花木兰要说是第二啊 那没人敢说是第一了 那有人说不对吧 这舍太君 穆桂英 十二寡妇 争希 这不都是著名的女将吗 哎那都是河南帮子编的 舞台戏 您可别信 哎不过这花木兰呢 咱们都知道 有这个吟唱史诗可查 这徐文长啊 当然知道这件事了 他竟然把这个三娘子啊 比喻成花木兰 他倒没名字说呀 这三娘子比花木兰强 他说呀 把花木兰从坟头里叫起来 看看这俩人呢 到底谁的弓箭骑射更擅长一些 那他能死人比活人 他那意思很明显 当然是这活着人更擅长一些了 所以说这三娘子和徐卫 徐文长的关系啊 是也让人琢磨一气 这么看来呢 这三娘子自身的脾气秉性 就决定这个人呢 那必定是有故事的 那么说你就是要说三娘子这些吗 不是 我可不打算让您听完我的介绍之后啊 哎 然后对三娘子呢 有什么误会 因为呀 这史书记载 这三娘子就是那一时期 这大明朝和蒙古之间的和平缔造者 以及和平维持者 那么说这三娘子靠什么来维系 这个大明朝和蒙古之间的和平呢 哎 咱们不妨透露一下 就是嫁人 那比起刚才咱们说啊 这三娘子和那几位汉族官员的关系来啊 这三娘子的婚姻就更为离奇了 万历四十一年的四月 这位三娘子病逝草原 享年六十有三 用咱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呢 哎 这三娘子活了六十三岁 这个寿数并不长 那么提起这三娘子的婚姻来啊 我也只能用传奇二字来表达 因为我也找不出什么其他更好概括他这个婚姻的词了 那么说有多传奇呢 这三娘子啊 九岁出嫁是六十三岁冰天 他一共啊 嫁给了四位大汉 这四位大汉呢 是同一家的五代人 亲爷四个 那要是说这个书面语啊 就是本 父 祖 曾 高 那要是换句大白话来说呀 就是本主 父亲 还有这个爷爷 太爷爷 祖爷爷 还有老祖 那今儿啊 咱就到这 明儿啊 我给您细细的掰出这位赫赫有名三娘子的几段婚姻 天不早了 您早歇着 咱们呀 明儿见 咱们呀